總統賴清德上任之後 首次出訪敲定 十一月三十號到十二月六號 要率團出訪南太平洋三個友邦 馬紹爾 土瓦魯以及波流 展開繁榮南島智慧永續之旅 棋牌可以達成智慧永續 民主永續邦誼永續三大核心目標 而外傳往返的行程中 將會過進美國夏威夷和關島 但是總統府和外交部都保密到家 和能力能夠帶領臺灣人民完成三項使命 出席國家祈禱早餐會 總賴清德期盼照顧臺灣兩千三百萬人生活 維護國家生存發展 以及追求和平並維護印太區穩定 而賴總統上任後的首次出訪 七天六月行程 就將造訪帛琉 土瓦魯 馬紹爾群島等南太平洋三友邦 賴總統的核心目標 期許希望達到三個永續 第一是智慧永續 第二是民主永續 第三是邦誼永續 賴總統的繁榮南島智慧永續之旅 十一月三十號啟程 十二月三號抵達馬紹爾群島 將會晤海尼總統 並在馬國國會發表演說 四號非底土瓦魯 接受總理戴斐利款驗 但不會在土國過夜 五號降落帛琉 拜會總統會數人 也會在帛琉國會演說 最後六號下午反抵國門 而外傳往返行程中 賴總統將過境 美國薩威夷於關島 但總統府及外交部對此人 總統出訪動員進行騷擾 國安局長蔡明彥日前也前往三國 提前為安世道 另外訪團除了包含相關部會首長 還會有基礎建設 醫療氣候變遷等企業界人士隨行 互助互惠 穩固邦誼 節目是方俊懷 邱福財 台報道